雖然你比較大聲 就你來咋一下 我們來到2024年大選立委激戰區 堪稱戰況景觀第一排的中二選區 殺戮龍井大度無日無風 這一區立委四選一 其中寧靜一個眼寬恆 兩人將上演二度對決 復仇之戰 就感覺只有他們兩個好像在競爭啊 對啊 其他的我都不知道 都是誰 有印象 因為他們都一起 去年也一起選過嘛 也一起選過啊 對 他們這次又要選呢 你知道嗎 聽說 那幾個我就不知道啦 因為沒有 宣戰車沒有宣戰到我們這裡啊 那如果說明天就要投票 你會選誰 原因是什麼呢 這不是隔人隱私嗎 我選 因為我不喜歡民進黨 對 就這麼簡單 沒有道理 就是這樣 自己在地 還有一堂 真的肯定會選人 因為我們這個選區 老實說 每次只要換人 換人 就空轉四年 都不知道幹什麼 寬人把成績呈現出來 寬人過去七年所做的承諾 跟到現在整個實現的這些政績 讓選民來檢視 如果要投的話 可能林靜宇吧 他的形象還不錯啊 雖然說他才當選了一年多 可是他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是支持林靜宇啦 因為我們說出來 我覺得他是 現在是服務兩年 但是他的風評啦 我們在這裡而已 騙了而已 感覺他爭取的一些預算 什麼而已 有在做 當改變真的會成真的時候 我們也證實了這一年多 讓大家證實說 你們選擇的好的 專業的國會議員 是會讓地方更好的 中二選區有過台灣激進奇蹟勝選 有過立委遭到連數罷免 有過補選復仇基戰挫敗 最新的這一戰 選民們有話要說 候選人們準備好了嗎 才多久又被罷免 罷免完之後又重選 我覺得這是好用一些 浪費一些資源 對啊 所以你希望這一季選王 就大家不要回歸平靜嗎 還是怎麼樣 就平靜就好啦 選了就選了 就把四年做完 該做的要做 聽聽民眾的聲音這樣就好 可以讓烏日在都市化一點 因為我覺得這裡人口很多 可是我覺得還是要很多 大品牌進來一點 就是促進經濟跟消費 三角里本身就是一個 沒有公共設施 所以唯一能去爭取的 就是希望立委可以找到人 他的服務團隊 隨時都可以為我們里長 我們全部烏日區的 裡面的一個提判 如果他真的有心要爭取的話 我覺得鐵路早就高價了 對 那我倒是真的 每次要選舉就是說 鐵路要高價 鐵路要高價 可是我們看不到 鐵路高價的那一天 補選後已經兩年多了吧 應該兩年多了 在地很多人根本沒有看過他 我們只說我們大都就好 如果在地我們兩個站在一起 搞不好認識我的都比認識他的多 這有點被放風聲啦 因為說什麼叫看得到人 是說你對地方上面 到底要怎麼樣才算看得到人 我每天在路上走嗎 還是說我應該要怎麼樣跑呢 才是要看得到人 我們就一直都在啊 跟民眾交流過程當中 不管只是聊天 或者是一些陳情 甚至於陳抗 我們才能夠知道 他們的 到底他們 我們問到什麼問題是我們沒有看到 所以早餐要早餐 早餐不是客人家的 早餐是要早餐人家先來去 多數的民眾已經到了攤商會說 你怎麼還來啊 其實多數的民眾講的是這一句 我們相信我們選民的眼睛是雪亮的 那事實上是不是看到我跑通 才覺得我有在做事 就像我說的 我在學校會看 外面的人不會知道我在裡面會看 可是學校的建設是做出來的 所以建設是一個最容易說話的 用一句話或一個形容詞來定義自己 像我就是動力麥克風 至於選區的候選人們 他們又是怎麼樣定義自己的呢 民眾希望的事情 我們來完成 民眾要求的事情 我們來執行 我必須堅定我的選民們 才能知道說有一個靠山 我們希望的是公平競爭 君子之爭 然後開大門走大陸 但是我知道這他們做不到 他們一直認為用舊的人情 以及地方的強迫的方式 可以取得那些政治的利益 我認為他們家過時 他們的政治已經過時了 這不是這個時代 可以接受的國會議員 我是台中市第二選區候選人 我們寬慌 拜託各位鄉親市長 只是有經驗 有理想的寬慌 寬慌一定會立真打招 對各位鄉親 爭出我們的寬慌 中二不是特定家族的財產 中二是一個值得國家重視 值得國會有好的專業 來協助中二的一個好的地方 我是大家可以期待的 專業國會立法委員林靜寅 不僅在地鄉親 中二選區近期也因為新興建案 讓不少外移人口進入 面對地方而語的工法 還有新人口的支持意向 都讓中二選區的選舉結果 精彩可奇 三立卡大廈就立來照相 我們往下一站出發